好 接著我們就要談這個多段的傳輸線 多段 那麼傳輸線呢 一段接一段 它的長度可能每一段都不一樣 還有它的特性阻抗 也可能每一段都不一樣 這種狀況就好像我們前面講的 平面電磁波穿色多層的戒指 多層的戒指 每一層戒指 你看它的厚度不一樣 它的特性 它的這個參數不一樣 這是它的固有波阻抗 這個是它的相長 傳播常數 你看 一二三都不一樣 可能是這樣子的 這是多段傳輸線 由於我們這個 不是傳輸線 多段傳輸線 跟這種狀況 平面波正向入射於 多個戒指 戒面的 入射跟反射的情況 非常相似 所以多段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 這是平面電磁波 然後我們的傳輸線 就畫成這個樣子 這一段 長度不一樣 長度可能不一樣 然後它的參數也不一樣 這是它的特性主抗 這是這一段的 傳播常數 可能都不一樣 以前我們談過 像這個樣子的 平面電磁波 垂直入射於 多層的戒電值 我們講過一種方法 對不對 由它的反射係數 求反射係數 然後再求它的 Z E就是 E被H出 就是等於它的 總的一個 就是ETA 我們現在把它寫出來好了 就是電磁波 Gamma是這樣子的 然後Z 就是EX over H 這是 主抗 這是 總主抗 它跟Gamma之間 有這個關係 然後Gamma又可以用 Z來表示 有這個關係 然後這就是 你知道 Gamma Z的時候 在同一個戒指裡面 這個都相同 要求 Gamma Gamma 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就是說 在Boundary的地方 這個Boundary 兩邊的 種族抗 相連續 現在我們就跟這個 這個就跟這個很類似 這個類似於 電廠波 電流波就類似於磁場波 我們也有反射習俗 這也我們講過 然後Z 是等於V over I 它是這個字 你看 這都相對的 這個Z0 就是特性主抗 特性主抗就相當於 我們戒指裡面的 固有波主抗 然後Gamma可以用Z來表示 這是Z用Gamma表示 Gamma用Z表示 然後這是知道Z處的Gamma 你可以求同一段傳輸線裡面 Z'處的Gamma指 然後在兩個傳輸線的界面 連接處它的主抗相等 你看 這都很類似 對不對 你以前用過這個 現在用這個 根本就不費力 等於我們會舉例子 跟各位看 忠心 你把那個冷氣再關掉一下 這個很麻煩 好 我們現在看一個 這個圖 是一個無耗筍的傳輸線 無耗筍的傳輸線 就表現在這裡 Z0沒有虛速部分 只有時速部分 是50個歐姆 然後這是它的段路電壓 穩泰的時候 這個 然後它的Z機 是50歐姆 這是它generator的內組 現場是四分之四分之四分之一破長 ZL負載主抗 Z0負載主抗 是J50歐姆 它只有虛速部分 然後我們坐標就是 Z0在這裡 以這個負載段作為原點 Z0負載主抗 Z0負載主抗 這個是四分之L 這就是線端 第一個它要求 Z0等於0這個地方 的反射係數 跟Z0負載主抗 跟Z0負載主抗 Z0負載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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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harmonic form 传输性的复功率 我们把它给我们图上面的这些字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在这里 VG等于这个 我们化成Facial form 它就是负J50V 因为你这个乘上Exponential Jωt脂肪取实数就是这个 所以VG就等于这个 然后Beta乘L Beta就是2Pi over Lamina L是四分之Lamina 所以这个约到就是二分之Pi Radian Beta是这个 因为等等我们都要用到这些数据 就这个 负载端的反射系数 就是这个 ZL加Z0 ZL加Z0 ZL接50 Z050个欧姆 这个算出来 大家把50欧姆都约掉 就变成这个字 然后这个画成极形 再相处 就变成Exponential J2分之Pi次方 这正好等于J 等于J 输入端 就是Z'等于四分之L 反射系数 反射系数 我们用这个球 这是ZG ZG是50 你看 50-50 0 所以 Z'处 就是等于Z'等于四分之L处的输入主抗 因为它现场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波长 而且 它是无耗损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四分之一波长 变换器 变换器 你知道ZL可以就Zi ZL带进来 ZR0是这个 就得到这个值 Zi是这个 OK 这是输入端的输入主抗 然后你再把这个球出来 因为在套公司里面有这个 50-50个Volt 这两个都是50 就等于负25JV 这是100 然后 这个 50乘50 2500 那就变成这个 好 这一项也就 这要求电流的 VG over Z0加ZG 这个算出来是负 VG 二分之一安培 好 我们提醒一下 我们刚刚算的 BetaL的二分之πradius 好 B 要求这个跟这个 那我们 先把这项求出来 Exponential G BetaZ 这个是等于负J 称上这个 电压波的向量值 就带公司 就带公司了 书上给我们 导出来的这个公司 带进去 好 再提醒一下 我们前面求过 Gamma是J GammaG等于零 GammaG等于零 GammaG等于零的话 就是这一项 这分母就是一了 就只有分身子了 这个Gamma就是J Beta 因为它是五号损的 五号损 这个Gamma都能变成J Beta 好 现在把这个带进去 分母没有了 变成一分子 这还是原来的值 好 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我们刚刚算出来 对不对 负25J Volt 最好把这个Volt也写出来 然后这个 把它这里 E加Gamma Gamma是J J乘上这个 好 那么这个 把它画一画以后 就变成这个值 变成这个值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J 就当作是Exponential J二分子π 跟这个合并就变成这样子 这就是电压波 电压波 电流波也是带这个诗子 当然分母也是带欲 分母也是 等于E了 就只有这一下 这个 Gamma通通变成JBeta 1-Gamma 2 JBetaZ 然后把这个值 刚刚求出来的带进去 然后这个Gamma 等于J 要把它带进去 这里还没有带 J还在这里 然后你把这个J呢 你可以把它变 然后我们这里就是说 这个J跟这个J 沉起来 变成负1了 对不对 负负得正就是负了 负了 然后这个沉进去 这个沉第一项就是他 他沉第二项呢 就是扣掉一个 就还剩一个 然后这两个 因为这个可以变成Exponential 加上负二分子排 跟这个 加上Exponential 负二分子排 翅膀 连这个在一起 可以变成这个值 然后这两个 再把它变成 我们先摆在这里 因为这两个 翅膀不一样 摆在这里 电压波的Time Harmonic Form 就得Vz'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次方 Vz'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次方 Vz'乘是这个 就是Cosine 这个也取Rheal 也是Cosine 辅导 这就是Time Harmonic Form的电压 电流也是一样 这是Facial Form Time Harmonic Form 就是这个支撑 Exponential J Omega T次方 去时速 你把这个带进来 变成这样子 你把这个带到这里 然后 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两个合并 这两个合并就是 Omega T J Omega T加Beta Z' Exponential这个 它有Cosine跟Jsine这一项 取Rheal就是Cosine 这也是一样 取Rheal就是Cosine 然后 这个 把二分之派 算进去 Cosine第二项线 是负 Cosine第二项线 这是因为它是Cosine 你把它变成负值的话 正角 负角都一样 这还是第一 第一项线角 Cosine就变成Sine 因为是二分之派 这就是 电流的 Tin-Pamma那个方法 复工率 复工率 当然我们算的是 平均复工 这个是 这里头 都不是最大值 这都等于Effective Value 二分之一 这个值 V' 是这个 I' 这个是V' I' 要取个Star 所以它 正的变成负的 负的变成正的 这两个相成 你把它展开 这个成这个值是1 这个 然后 再 慢慢成 这两个成起来 然后 这个成这个 这个成这个 还有这个成这个 画出来以后 它等于这个值 这里头 我们可以把它 画成 这个就是 负1 这是负1 1加负1 就是0 就剩这两项 剩这两项 这个可以变成 这有个J Exponential 就是J二分之π之分 J拿出来 这里也有一个J拿出来 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加账就取cos 2 BetaZ' 瓦特 刚刚我们是带书上的公式 现在我们用反射系数 跟种主抗的观念来做 另外一个方法 这还是原来的线路 我们先求 Gamma Z' Gamma Z' 是这个值 Gamma 0 Z' Z'等于0 就是这里 它是Z0 Z在0处的这个值 那就是J五十欧摩 然后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是五十欧摩 五十都消掉 然后这个 可以划成 就等于J 这个地方是等于J 跟我们刚刚算出来的一样 再由Gamma Z 等于这个 就是说 你知道这个 这个是0 Z0 的Gamma Z' 现在我们要求 Z' 等于四分之 Lamna 四分之Lamna 就是在这里的值 那你就把 这个是0 本来是 这个0就是0 然后就变成这个值 Gamma 0是J 这个Gamma 是Jβ 变成这个值 然后Beta又是2Pi over Lamna 最后就变成这样子 那J Exponential JPi 之方是负1 最大就是负J 这里是J 这里是负J 我们知道Gamma值 就可以算 这个 Z 就是impedence 在Z处的impedence 这是我们刚刚算出来的结果 把它 这个 带进来 Z' 我们现在看看要算哪一个 Input Input的就是Z' 等于四分之Lamna 这个 用四分之Lamna 带进去 就是负J 好 这个算出来 等于负50个J欧姆 这个是输入端 输入端的 impedence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个任意位置的电压 是等于这个 这就是朝正方向传播的电压振幅 这是它的Factor Face Factor 这是它副方向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提出来就画成这个形状 对不对 然后我们算算看 这个是我们用反射吸数算 然后V四分之Lamna 就是Input Voltage Input Voltage 你就从这个输入端来看 电压 被这两个 impedence串联 这就变成电流 电流乘上这个 Z因我们刚刚求出来 这就变成电压 输入端来电压 所以你看这是负50J ZG 50欧姆 这刚刚算出来是这个字 然后 这也是这个字 把这个 把它算一算 把这个50欧姆通通 约到一个 还有一个 变成这样子 然后这个 分子分母同成一个 E加J 那这就变成E减J比方 就是1加1 2 除了就是 负25 然后把这个 画成极作标 极 极形 就是根二 分子 25 它的Face是四分之排 这就是 在 线端的电压 线端的电压 在Zprime等于四分之L处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你不知道这个 V0prime吗 V0plus V0plus可以 从这个式子得到 V0plus 我们把这个字带进去 这个就是 等于这个字 然后 这个 J 而Beta JBeta 四分之一Lam 四分之一Lam E加GammaZprime E加GammaZprime 就是这个 负极 你把这个 符数 算出来 这两个 因为这个都是 直角形 画成极形 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字 因为这个 这个是等于J J跟J 约到就是 负二十五 然后 有GammaZprime 等于这个 就是说 负载端的 你可以求 输入端的 所以这个值 它就等于 这个是负载端 Zprime等于零 V0plus 这个除过去 Zprime等于零 这是一 这是J 这是负二十五 就变成这个字 然后 负J 我们可以写成 exponential 负J 二分子排尺方 故电压波的 向量心态 就是这个 这个求出来了 这个也求出来了 我们带进去 带进去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 二十五都提出来 离头就变成这个字 Z0 由这个求出来了 那现在求电流 电流波你也要这个 它就是把这个换成 I0plus 跟I0minus 我们由这个 Z0等于 V0plus overI0plus 也等于 负V0minus overI0 所以 I0plus 等于V0plus overZ0 就求出来了 这个也一样 求出来了 然后你就可以 这个型 波的形状 都跟这个一样 就是政府换成电流 政府而已 这个都有了 带进去 二分之一都提出来 就变成这个 这就是任意未知的电流 任意未知的电压 它的向量心态 电压波的 邪正心态 你就把电压波的 向量心态成这个 称这个 去实数 去实数 这两个合并 去实数 就是cos 这两个合并 去实数 也是cos 然后我们 这个 二分之一 我们把这个 向脚都 不要有这个 那这cos就变成sine 这就是 V Z Prom T 你知道 Z Prom 知道T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知识是什么 电流波的 实现心态 也是一样 你把这个 乘上这个 然后 这两个合并去 实数 用cos 这也是一样 然后你再把这个 这有个 二分之拍 这变成sine 这个字 OK 然后传输线的 复功率 还是用这个字 因为这个知道了 这个也知道了 这个知道 所以 加个star 这里变成复的 这里变成正的而已 这个复变成正 这两个相乘 四分之二十五 复复得正 这里头 我们把这个 exponential 复界二分之拍 变成复界 就变成夹界了 这个也是一样 于是 这个已经变成 四分之二十五 大家都 我们化解一下 你比如说 这个乘这个等于一 这个乘这个 等于负一 这个零 这个也是一 负一 一 减一 那就是零了 那就剩下 这个 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就变成这样子的 那这个 两个加起来 可以变成 两倍的 cos 这个字 好 那就是上面这一题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往下看 我们现在看 第九章的第十个立体 这个图 我们先看A图 它是一个无耗损的传输线 无耗损 在稳态运作 稳态运作 然后 要求A图里面 传输线 A图传输线中的V1 求这个 求这个负载 两端的电压 再来就把这个 线路 再加上一段 有二分之一 波长的这一段 加上B这一段 加上去 然后 现在要求 这一段 里面的V1 这两端 这两端的电压 跟这两 V2 这两端的电压 然后再求 这个地方 就是说这个 相接的这个地方 左边 跟右边 还是这里 就是V Z等于零 minus 等于零 plus 这两 还有 等于二分之 Lamina 以及 负的 四分之 Lamina 这些 地方流过的 瞬间功率 求它的这个 瞬间功率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先用这个 反射系数 跟种族抗解这个问题 我两个方法都用 这个方法 还有书上给我们的 那个方法 我都用 我先用这个方法来解 用反射系数 跟种族抗 是A图 A段 它要求什么 求 这一段 负载端的 瞬间电压 你要求瞬间电压 这是Time Harmonic Form 我们一定要知道 它的Facial Form Facial Form 我们就用这个式 任意位置 它的电压 等于 V0 Plus Exponential Gamma Z 乘上E加 Gamma Z 等于这个 我们先来看这个图 因为它的负载端 负载的 这个 Impedance 跟它的特性主抗 一样 所以它就是 Matched 它是一个匹配的线路 匹配线路就是没有反射 所以 这个等于0了 那就是这个 那你现在要用这个式子 你第一个要求什么 就V0 Prime V0 Prime 还要把Beta也求出来 所以我们 这里我们就是证明这个Gamma 等于 这个Z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求的是Z等于0 这个公式 Z等于0处 这个等于Z0就是0了 我们刚刚已经判断它是0了 这里的反射系数是0 同降这一段 在这个地方的反射系数 也是0 因为它等于Gamma 0成这个 这个是0了 那就是0了 所以 我们这个 式子就可以写成这一项 好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Z 在负四分之一破长这个地方 它的电压 是V0 cos omega t 对不对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Real V 负四分之一拍这个 Facial form 呈上J omega t脂肪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求出来 它就是V0 就是V0 好 然后 这个 是V0 按照这个式子 按照这个式子 它就是V0 V0 plus 乘上 exponent叫负J β Z是负四分之拍 所以呢 这个字算出来 它就 最后 它等于J V0 plus V0 plus 你从这里就可以求出 这个V0 plus 因为负四分之一端的这个电压 就是它的这个V0 它从这里传过去 这就是它的这个电压的 就是电压的正伏 所以V0 plus 就等于 J出过来 就负J V0 好 这个是V0 plus 求出来了 把V0 plus 带进去 是这个字 它的斜正形态 实斜形态 就是 V0 Z 乘上 exponentia J 次方 J omega T 次方 这个就等于 V0 这因为 这个合并起来 是在 Exponential J Omega T 加 Beta Z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 负J 负J就等于 Exponential Exponential 负二分子π 负二分子π Cosine的话 这个负二分子π 这就变成Sine 所以 任意一个位置 它电压的 瞬间值 是这个值 那我们要求的是这个 那就是 Z等于0的地方 Z等于0的地方 我们就 你把这个带进去就好了 这个 Z等于0 它就是V0 Sine Omega T字 Volt 所以要加一个 单位 Volt 第二段 我们现在加这一段 加上这一段 要求 这个地方的电压 跟这个地方的电压 的瞬间值 V2 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 就是第二段 传输线里头 任意未知的电压 它就等于 这一段 传输线里面的 电压 正负 乘上这个 E加加玛 V1 就是这个地方的正负 第一段的正负 称之Exponential 负J 负的 Gamma Gamma Z 那这个我们刚刚求出来了 是这个值 Gamma就是负J Beta 1 第一段里头就是Beta 1 第二段是Beta 2 这个Beta 1 Beta 2 第二段 负载 ZL2 等于2分之Lamna 你从Z是从这里算起 0 2分之Lamna 就是这个地方 它现在这里是段路 段路就是五种大 所以在 这个地方的反射系数 你就带着反射系数的公式 所以要带进去 这就是负 这是Z2分之Lamna 无穷大 无穷大 那就变成1 所以这个地方的反射系数是1 然后我们要算Z等于0 就是同样这个传输线 你现在知道这里的反射系数 那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的反射系数 同样是在第二个 所以它的位置是Z0 我们就用这个式子 这个 2 J Beta Beta 0 本来是 我们要求的是0 0这个地方的 减掉2分之Lamna Gamma 2分之Lamna是等于1 然后这个 倒一倒 它就变成 变成Exponential 这个就等于负2分之Lamna 负2分之Lamna 跟这个 约掉 Lamna跟Lamna约掉 2 就是4拍 那就是2拍 负J 负J 那这个 就等于1 这是Cosine 二分之Pi 这个地方的反射系数 是这个值 好 那么再看这个 在Z 等于0 plus这个地方的 阻抗 你可以用这个反射系数 求这个阻抗 就是这个阻抗 好 它等于Z0 1加Gamma 这刚刚求出来 是1 1 1乘1等于0 就是无穷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波要传过来的时候 在这里所遇到的这个阻抗 是Z0跟无穷大 两个的并延 所以说 Z等于0 minus 2的阻抗 是第一段的阻抗Z0 与阻抗Zplus Z0plus的并连 与这一段 阻抗的并连 好 这两个并连 因为这是 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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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连起来 这就是Z0 因为这个 它是Z0分之一 加无穷大分之一 就是Z0分之一 再倒数就是Z0 所以图B 第一段是等效电路 因为传到这里以后 等效电路 你看 就是它从这里看 多了这一段的时候 它这个不是Z0 它这个是Z0跟无穷大 并连 结果还是这个字 所以它就跟第一段 完全一样 电压也一样 它的负载主抗也一样 都一样 都一样的话 好 那我们就可以求 在0这个地方的电压 我们刚刚求出来 第一段就求出来 是等于这个字 所以这个地方的 因为这两个 主抗是 这一边跟这一边 这个电压 是一样的 一样的 然后它就是等于 负 就好像有一个generator 它的电压是V0-Sine-Omega-T 你看第二段 这里就好像把前面拿掉 换成一个V0-Sine-Omega-T进来 就好像这个样子 这就是第二段传输线 我们可以用这个等效电路 来求第二段传输线上面 任意未知的电压坡 我们用这个公式 V2是等于这个 它的政府这个不知道 然后负Jβ2 因为它是在第二个线端 E加GammaZ 这段任何一个位置的GammaZ 好 Gamma0'我们知道了 Gamma0' 这个地方也等于E 因为段路 这是段路 这个我们也求过 也是1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数字带到这里 Z等于0 Gamma0的地方 然后就是E了 就是V0第二段的电压正伏 1加1 就等于这个值 等于这个值 好 V0 peak V0 aussi 它是等于这个振 V20 它是等于这个值 V20 V2 又等于2 分之一出过来 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它的facial form 就是它的facial form 这个知道了 我们就可以用来求这个 你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在层上exponential负j2 jβ2z1加γz z等于2分之Lamina处的 电压的向量跟时间 斜正形态 我们就可以 v22分之Lamina 是用2分之Lamina带进去 2分之Lamina 这个2分之Lamina等于1 它就是等于 这个画一画 这2跟2月的 Lamina月的 就是exponential jπ次方 exponential jπ次方 就是cosπ就是负1 负1负1负负的正就是正J 它的time harmonic form 就是这个称exponential j omega t次方 取实数 这个取实数 OK 那这个J你可以 等于exponential j2分之π 跟这个合并 cos omega t 加2分之π 那就等于 负的 sine omega t 所以 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 电压的瞬间值 就是这个值 OK 好 现在我们要求功率了 C 这个地方的功率 瞬间功率 瞬间功率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的 反射系数写出来 这个地方是零 那因为它都是Z零 第一段 这是第一段 所以反射系数是零 V0 promise 这个我们刚刚都求过 对不对 V1 用这个十字带 这是标准十字 它是川普的五穷月 因为它matched 就是腹接V0成这个 好 现在我们要看0 minus 0 这个换成minus 0 这两边的电压是相等 就是相连续 相连续 所以V2 plus V2 0 plus 也是这个值 然后求这个 瞬间值 我们现在要求什么 这个功率 它等于小vi 乘上小ii 小v1 乘上小i1 都是瞬间值 所以你把这个瞬间值 求出来 这个值 乘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取实数 就是这个 i1 z i1 z 它这个地方本来要写 i0 plus i0 plus 就等于V0 plus over z0 这个有了 就是这个 γ就是等于 j beta 1 是第一段的 所以i0 plus 0 minus i1 0 minus 这个就是0 就是等于这个值 然后小i tempormonic form 这个呈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那负j 你可以写成 exponential 负二分之π 带进去 也变成这个 跟它合并 去cos 十数是cos 里头有一个 负二分之π 因为它这个 z 这是二分之π 二分之π 本来cos就变成si 然后 瞬间值 V1 称是i1 就是这两个相称 这个一称 就是v0平方 over z0 3平方 omega t 单位是瓦特 单位是瓦特 第一段求出来了 我们求第二段 z plus 2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的 反射系数 我们刚刚 求出来了 因为这个是 到这里 我们刚刚求出这个 这等于1 然后 v10 这个我们刚刚都求过 前面几张都求过 然后带到这个 这个式子里头来 这是v2 prime v2prime 就是这个 exponential 负j β2 z 1加γmz z是0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z是0 γm0 γm0 就等于1 1加1 就是2 跟这个约量 就等于这个字 那 你现在 知道v2了 v2prime 也知道 那i2prime v2 plus 比上i2 plus 等于z 0 2 0 2就等于z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八成 这个 这个就是i0 plus i0 plus等于 这个 被z0 2来除 再被一个z0 这个就是z0 这个就是z0 因为这是它的character ristic impedance 因为这个地方 等于0 γ2 这里等于0 这等于1 1减1 就是0 所以 这个电流 等于0 好 那v2就是这个字 你称赛 exponential j omega t 脂肪 去real 这个 i呢 就是0 因为这个是0 所以它的瞬间 power就是0 因为这个是0了 所以它就是0 这个地方的功率是0 好 我们再看 在负四分之一 lemonar地方 这个地方的功率 好 我们知道这里的反射习数 是0 v0plus 等于这个字 这我们前面都求出来的 所以γ 这个可以用γ0 来表示 因为它是0 所以也是0了 那v2呢 用这个式子表示 注意它这里是beta2 那v2的负十分之一 lemonar 是等于 等于这个值 这是四分之lemonar 1加 1加 γ 4分之 负四分之一 lemonar 这是0 所以就等于这个 这个是等于 这坏一坏 就是exponential j 二分之拍 这exponential j 二分之拍 就是j jason j是负一 负负得正 v2 负十分之一 lemonar 是v0 是v0 i2 那你就把 它的正符 换成这个 这还是一样 OK 那这个 算出来 算出来就是v0 over z0 知道 这个facial form 你可以求 瞬间值 瞬间值 facial 呈现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取十数 取十数 这个就是v0 所以这就是v0 cos 所以v2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第二次 意思就是说 第二次的 这个电路 不是第一次的电路 电流呢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我们取它的 facial form 称上这个 那i2 在四分之一 lemonar的地方 是等于这个值 去cos 那就等于v0 overz0 因为这个 要取十数 它本来就是 十数 它本来就是十数 cos ohmega t次 然后power 两个相乘 这个乘这个 就等于z0 v0 分之v0 平方 cos 平方 ohmega t次方 然后再求 这个地方的功率 求这个地方的功率 它在这个地方 反射习数是1 因为这是无穷大 1 然后 v0 我们刚刚求出来 是等于这个 然后v2 等于v0 2 plus 成这个 1加γ2 OK 好 现在把这个 z等于2分之lamina 带进去 2分之lamina 然后这个 γ2 等于1 这个 画一画 变成这个值 2 两倍的这个 exponential jpi次方 等于负1 负负的正 所以这是 所以这是 正 2倍的jv0 i2 就把这个 政府换成这个来 这里用减的 因为这是1 1件1就等于0了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这个功率 就是0了 功率就是0了 v2 它的瞬间功率 等于 facial form乘上这个 exponential j omega t次方 取时数 就是这个 结真 j等于负1 负2 所以cos 对的 所以 结真 j等于负1 负2 v0 这应该是cos 才对 这应该是cos 因为你 你这个 j乘接是负1了 那这个取时数 就是cos omega t 这个要改一下 cos omega t 好 i 在二分之lemn 那地方 电流点0 因为它是段路 所以这就是0了 那power就是0了 power就是0了 所以这里是cos 这里是cos OK